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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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我們當中看到的是 李宗盛 長好 題目是 為主三生 為主結婚 我們看到李宗盛 長好 李宗盛 主持平安 主持平安 感謝主 今天這一段新聞特別的寶貴 他回應了今天的兩生節日 今天世俗人把它叫做光棍節 今天又是購物節 但是你看到這段新聞當中告訴你說 沒有妻子的你們就不要求妻子了 有妻子的就不要求脫離 而且他說 你如果是自買的要向無有所得 用事物的要向不用事物 所以今天回家你還奠機著要去買點東西嗎 不要奠機了 今天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告訴你 因為現金的時候艱難 因為時候減少 因為這個世界的樣子就要過去了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們當中有單身的 要為主單身 你們當中如果有結婚的 你知道是為主結婚 主主來憐憫我們 來幫助我們 我們個人活著 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 那一位為我們死裡復活的主 阿們 今天中國據說是已經進入到一個 第四次的單身朝 中國一共有前幾次單身朝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 第一次是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 那個時候中共剛剛建政 幫助了第一部法律 你們知道這什麼法律嗎 婚姻法 這個婚姻法很特別 主要是規定離婚自由 所以在五零年代的時候 就有出現了一次離婚的大朝 很多人離婚 所以因此也很多人單身 第二次單身朝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呢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 那個時候發生了知青返城 知青返城呢 就把在鄉下結婚的丈夫妻子留下來 所以許多人又變成了單身了 第三次單身朝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九二年之後 中國開始進入到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帶來的對傳統家庭的衝擊是怎麼樣 就有許多人不結婚 許多人離婚 那是第三次的單身浪潮 第四次 那第四次的大潮可真夠大 根據有一個統計數據說 現在有多少人單身呢 據說中國單身男女 就是成年人當中 已經接近二點七億人 成年男女 試婚的男女當中 而且其中有非常多的女性是單身的 第四次單身朝 這背後是什麼呢 今天這個節日呢 今天的這個世俗的節日 給我們提供一點線索 我看到網上有個分析 他說現在很多人之所以不結婚呢 是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買東西太方便了 以前啊 單身女性在家裡面 要買牛買你 這個沒有賬送還是有點笨蛋 買個重東西有點麻煩 現在你只要手機拿出來擰一擰 馬上就送到家裡 連這個都省了 再過兩年 這個機器人普及了 家裡面很多事情都可以機器人做了 那你要結婚幹什麼 為什麼要結婚呢 回越多的人就 就說好像結婚沒有什麼意義 那我想在教會裡面啊 今天開始講這個後面的星期之前 我想來做一個小小的寵計啊 那個請問 請如果你是在婚姻當中的 就是你正在婚姻當中 你現在跟你的丈夫和妻子住在一起的 弟兄姊妹 請你舉手 我們看一下一會兒 好 謝謝 請你放下來 我們再舉一次啊 現在沒有和自己的丈夫和妻子住在一起的 單身的狀態 這單身有好多種情況是吧 有可能你還沒有結婚 有可能你離婚了 有可能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已經 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有各種情況 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請舉手我們看一下一公尺 我看各種情況比前一種情況更多啊 大家看到這時候應該看到 那在教會當中 單身的人是不少 而且根據一個統計啊 我看到一個 大陸我沒看到 看到 香港的 新加坡的 台灣的 統計 都是發現在教會當中 單身的比例蠻高的 在世文的 男女青年當中 這個比例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不用統計 我們也知道 我們教會的情形 也是這樣 對吧 那你為什麼單身呢 你為什麼沒有結婚呢 我總結幾個理由吧 看看大家是不是這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因為 你要求比較高 所以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 是這樣嗎 你減盡含之不肯踢 踢過沙溝冷 你從前呢 你不信主的時候 你覺得一定要找一個可靠的 找一個你有錢的 這樣一個人 但是 你信主之後呢 你又在以前的要求上 加了一條 還要敬天 愛情 要跟你一起服侍 所以你就更加難以找到合適的人 是吧 那這可能是一個原因吧 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 你還沒有買的房子 還沒有掙到錢 結不起婚 是這樣嗎 昨日入城市 歸來累滿境 房價從來高難問 結婚難如上青天 今天結婚 據說沒有房子的人 這個想結婚就是吃虛夢想 據說京都很多也是這樣 說為什麼沒有結婚呢 為什麼還沒有談戀愛呢 因為沒有買房子 沒有買房子 怎麼談戀愛 怎麼結婚 所以這顯得他就沒有誠意一樣 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所以你一個人還在主生嗎 還有第三個 是因為害怕一個人 自由自在的生活被打破 你覺得一個人挺好的 多一個人跟你在一個屋裡面 晃了晃去 覺得不自在 你獨在一鄉為逆客 一人吃飽全家不餓 因為習慣了這種生活 覺得挺好的 很自由 你想這個自由久了之後 誰能夠約束你的自由呢 你覺得這個婚姻是一個負擔 還挺可怕的 聽說有中國式婚姻 各種的災難 各種的可怕 所以你覺得自己一個人單身挺好的 是這個原因嗎 還是你曾經被愛傷錯了心 你曾經滄海南為水 除去沐山不是雲 然後你就加一句說 你說我這個改了 是取似花蟲 攬回顧 半圓基督半圓君 是不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你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你還單身 還是你有其他原因 但是如果我們 今天我們讀到 聖經的這段經文呢 不會發現啊 保羅的這段話 其實對我們形成很大的衝擊 因為無論是在中國的文化當中 還是在教會我們 這個有意識無意識的 所形成的一種 集體無意識當中 我們似乎都覺得 單身的人挺慘的 你們聽說他們自己發明的一個詞 形容自己叫單身狗 單身狗已經不是人了 然後經常說 你們在公園堅持經常看到 看到一種幸福的場面 婚姻幸福的場面 就說這個叫 叫撒苦糧 是吧 所以你看到人被心目當中 其實啊 在教會當中也有人 也如此的自嘲 甚至說 在教會當中有很多弟兄姊妹 如果沒有結婚 就不斷地有人來 要跟他介紹對象 要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可以來考慮考慮 有的時候說 你是不是應該為自己的婚姻祷告 但是你會發現 保羅在這場經文當中 他似乎完全沒有這個意思啊 保羅在對象的對象的經文當中 他好像很清楚地說 單身是比結婚更好的 是有這個意思嗎 很清楚有這個意思 那怎麼理解呢 是因為保羅他自己是單身的是嗎 他自己單身 所以他說 單身服侍主多好的 你們也要叫我 你要好好服侍主 不要想結婚 是因為這樣嗎 還是因為 這個 我們剛才讀的這段經文當中啊 歷代的解禁家 有幾個地方 其實都會覺得 有點困難 第一個 第一個地方呢 是我們讀到 在這個第七章的 二十六節 七章的第二十六節這個地方 他說啊 因現今的艱難 據我看來 人不如手足安藏才好 這個地方的意思是說 這個地方的意思是說 因為哥林多教會 遇到了一個很特別的情形 就好像我們中國今天 教會遇到了這個很特別的情形 所以兄姊妹 我們要看一下現在的時機啊 可能馬上要批破了 你們要不要等一等風聲過去了以後再說 現在你們訂了婚 想訂了一個婚期 如果到時候舉行不了婚禮 這個會堂會抽雞了 我們這個教會是非過 你結不了婚 這不挺不好的嗎 要不你等一等風聲過去了再看 是這個意思嗎 有很多人以為 可能是這個意思 當然我們再往後看 他說 二十九節 弟兄們 我對你們說 時候減少了 從此以後 那有妻子 要向沒有妻子 等等吧 他們看到這個地方說 時候減少了 時候減少了是什麼意思 什麼時候減少了 是主來的日子 靜的是嗎 主來的日子靜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不結婚嗎 還是主來的日子靜的 所以我們抓緊時間結婚呢 因為這裡面 這段話怎麼解釋 似乎也有點困難 然後在後面再看 他說 在後面一點他說 因為這世界的樣子 將要過去了 因為這個世界的樣子 將要過去了 這到底在講什麼 保羅書的意思是說 在某一個困難時期 所以人們不應該去考慮 對結婚或不結婚的事情 應該好好地扶持主 還是保羅對我們今天 這個世代的基督徒 同樣地說這樣的話 到底是哪一個意思呢 我們看到其實歷史上 有不同的解釋 而是今天 就中國教訓教會這幾十年來 我們在主裡面所領受的 那一個對過世的理解 我們看到 保羅書的這段話 其實是指著所有世代 耶穌基督在來之前的 所有的人講的 所有的神的 其實都是活在 現今的艱難當中 現今的艱難是什麼 現今的艱難是因為 現今的世代邪惡 現今的艱難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這個世界一定要 一定要逼迫你們 一定要逼迫到信神的 神的兒女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 本來就是逼迫 你的主 現今的世代艱難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福音從來 都是與這個世界為敵的 福音和這個世界 是隔口不入的 福音和這個世界 是不斷地要挑戰這個世界 要挑明這個世界的真相 要告訴你這個世界 的結局 這個世界的結局是什麼 這個世界的結局 是要丟在火裡面很少 這個世界的結局是什麼 是將來有一天 神再一次 再來的時候 要用火審判這個世界 一切有循至的 都要消化 第二 現今的世代艱難 是因為天國 在這個世界上 不斷地擴展 而這個世界 與天國 是屬於兩個 完全不同的 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而我們 屬於天國的兒女 我們的天國的公民 在這個世界上 就總是指在艱難當中 所以 因現今的艱難 據我看來 人不如手速安常才好 這手速安常 它並不是說 你所有的人 都應該 獨生 不是的 它說 你若是單身呢 你要好好地尋求 上帝有沒有給你 那個單身的恩賜 那個獨生的恩賜 若是沒有呢 你就應該 求主賜給你婚姻 應該可以 好好地求 因為 當這個 世人都以為 這個世界 是繁華思景的時候 但是 所有神在兒女知道 這個世界 並不是 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 那樣子的 美好 這個世界就是 充滿了各樣的邪惡 充滿了各樣的罪惡 這個世界 每一天都在爭奪你的心 每一天都用各樣的信息 來向你布道 向你傳 這一個世界的福 現今的艱難 是我們每一個世代的基督徒 都會免免人心力的 當我們稍稍地 在這個事情上 有一點放鬆的時候 我們以為 有一個新的世代到了 我們這個世代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這個世代 是福音已經得勝的時代 我們這個世代 是基督已經在地上掌權的時代 當我們這樣來歡欣故的時候 又發現 一個快速的 極速的 聖徒化 一個極速的 像那個世界的某些 投降的 教會極速的 沒落 墮落的時代 就很快就隨時而來 從來沒有一個世代 在那個世代當中 絕大多數人 都是信奉的 絕大多數人 都是 為主而活 為主而死的 從來沒有一個世代是這樣的 我們不要有這種怪獎 以為說 將來有一天 當福音廣傳的時候 要有更多的人 進入教會的時候 似乎那個日子 就會到了 在地上 在耶穌基督再來之前 所有的基督徒 所面對的 就是現天的艱難 這是保羅所給出來的一個 特別重要的 一個 獨身的理由 你為什麼要好好地思考 你是否應該追求 祈求上去賜給你的 獨身的恩賜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 因為 你看到 在街上走來走去的人 他們不明白 不明白他們走到哪裡去 他們許多人走著走著 就走到地獄裡面去了 他們許多人 在自己的那個 又吃喝又嫁娶 歡心鼓舞 因為盛世太平的 那樣的生活當中 他們不再醒來 醒來的時候 看到的就是地獄的永活 所以弟兄姊妹 這是保羅所給你的一個 極其重要的 你要來思考 自己是否有獨身恩賜的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的是 第二個方面 非常重要的是 你看到 結婚的人 肉身必受苦難 我卻願意給你們 免得苦難 剛才舉手說自己 正在婚姻當中的 弟兄姊妹 這句話有同感嗎 你們肉身當中有苦難沒有 有各樣的苦難 從前沒有結婚之前 從前沒有結婚之前 以為王子和公主從此以後 就幸福地生活著 但是王子和公主 生活在一起以後 馬上面臨的就是 這個家裡面誰是頭 誰說了算 在各樣大小的事情上 到底誰能夠做主 只有兩個人 又沒有辦法實行民主制 不能夠投票 少數不少多數 不管怎麼投票 都是困難的 是嗎 那怎麼辦呢 就是婚姻乃是一生之久的爭战 一開始你怎麼以為是與對方爭戰 你都覺得你要爭取他 你不斷地想要爭取他 後來你才發現 原來你是要與自己的罪爭戰 與自己裡面想要掌控 想要爭取對方的那個掌控欲 要與自己裡面的私欲 與自己裡面想要自己做 自己做王的這個罪人心理爭戰 在那個爭戰當中 有沒有人已經只惜刀兵 從此勇享和平呢 有嗎 據我所知沒有 沒有 在地上的婚姻當中 人總需要受到肉身的苦難 在肉身的苦難 王佑士在有一次正道當中說 他說 人生在世 處在一個為罪所壞壞的世界 無論你裡面還是外面的世界 如果你不能夠清清楚楚地知道 人性當中最對我們的影響 如果你看不到婚姻的磨難 看不到我們的婚姻 我們的自己的生命 何等需要救贖 你就不要急於進入婚姻 每一個要進入婚姻的人 都需要想清楚 如果沒有一位救主 誰為你們的婚姻盯在十字架上 那麼 你知道如果沒有一位救主 為你盯在十字架上 你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反覆地 要救助對方 想要讓他為你盯在十字架上 即使他為你盯在十字架上 即使他捨幾身為你存傷 也不能夠救贖 也不能夠正正幫助你 脫離你這一顆邪惡的 想要做王做主的心 當我們希望結婚的時候 並不是像世人一樣 追求一個浪漫的婚姻和家庭 那是要決定 是在婚姻當中 走這一條天路歷程 還是要在獨身的方式當中 走這一條天路歷程 在每一條道路上 都有世上的苦難 但在每一種苦難當中 主都對你講 我以前盯在十字架 你若是不能夠保護生命當中的 自我中心 除了婚姻的夢幻幻的期待 也沒有認識到 婚姻當中的苦楚和艱難 沒有認識到 兩個人在一起生活時 要彼此破碎自己 那你還沒有欲非好 進入婚禮 你也很難經歷流淚中 到達全員之地 你也很難經歷到 婚姻盟業當中的甘甜和美好 那你的征戰 就是無日無止的 無休無止的 得求主怜悯我們 是否看到 保羅斯說的 他說 我願你們 免責苦難 結婚的人 是在婚姻當中 是會 比單身的弟兄姊妹 更多地 經受苦難 第三個 第三點 我看到 保羅 我今天也給大家列舉的 有六七條 我看到第三條 他說 弟兄們 我對你們說 時候減少 再說一次 弟兄姊妹 這個時候減少的意思是什麼 是時候 不多了 時候不多了 你在地上 吵吵嚷嚷嚷 在地上 為自己 磨算這個 磨化那個 甚至包括 你在地上 服侍主 為主奔跑 在地上 傳福音 職堂 建立教會 在地上 不斷地 為主做見證 這樣的時候 也不多了 因為 主基督來的日死性 每一代的人 都活在一種幻覺當中 以為 這個世界會天長地久的下去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有七十年 八十年 一百年的壽命 我們將來可以慢慢地 規劃我們的人生 為什麼你還沒有給 你爸爸媽媽嘗聽 因為我爸爸媽媽還年輕 他們要做退了就以後 可能他會接受福音 為什麼你還沒有來到教會 因為我現在 中度比較忙 等我稍微地 忙過了我這陣子 我再來教會 可是 弟兄姊妹 時候減少了 時候不多了 從今以後 那有氣子的 要向沒有氣子 哀哭的 要向不哀哭 快樂的 要向不快樂 致買的 要向無有所得 用事物的 要向不用事物 奧羅在說什麼 奧羅在這裏所說的是說 我們要看過紅塵嗎 奧羅所說的是說 好我們從此以後 要絕對地 實行一種 淨欲的生活 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 實行最簡單的 我們就是吃最少的 喝最少的 我們只要活著就可以了 然後每天 每一個人就狂熱地 去穿福音就可以了 知道嗎 奧羅不是這個意思 奧羅提醒你說 時候減少了 時候減少了 時候不多了 那意思是說 一個確定的 有一個確定的時間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知道 那個確定的時間是什麼 你可能會 會給人家清楚一點 所以在歷史上有很多人 對這樣的異端迷惑 有很多人出來說 那他來告訴你 那一個主來的時間是什麼 所以有很多人 非常迷惑 但是主沒有在這個時間 找到任何人 可是我們知道 那個時間是確定的 你記得耶穌基督 在福音書當中 不斷地對他的門徒說 甚至對他的母親說 我的時候還沒有大 你記得嗎 耶穌基督上十字架的時候 是一個確定的時刻 是在創世以前 就確定的 還沒有這個時間的時候 耶穌基督上十字架的時間 就確定了 就是在那個時間 耶穌基督要為所有的罪人 定死在十字架上 那麼耶穌基督再來的時間 也是確定的 耶穌基督再來的時間 在創世以前 就確定了 這個時間的結局 這個世界的重量 在那個時候 一定會發生 而且 使徒彼得 在剛才我們讀的那段經文之後 也在彼得後書裡面 告訴我們說 他那一次來 是要帶著火 要審判全地 一切有形式的都要消化 好 胡提督四妹 時候不多了 你還沒有向你的親人傳福音嗎 你還沒有明白你自己是否得了救恩的確訊嗎 那麼 這在你的生命當中 是最緊要的事情 若你還不知道 你是否真的 得了耶穌基督所賜禁的救恩 那其他的事情 都可以先放下來 先要思想這一件事情 主到底是為你定是個嫁嗎 主到底是為你司令復活嗎 主到底是為你身前做的 父在右邊 為你代求嗎 這是為你的嗎 這是真實的嗎 如果你還沒有得到這樣清楚的確訊 那有什麼事情 比這更重要呢 如果你已經得了 如果你已經得了 弟兄姊妹 你想像一下 你得的是什麼 你得的是一個不死的藥 吃了這個藥以後 永遠不再死 喝了這個水以後 永遠不再渴 吃了這個餅以後 永遠不再渴 你得的是這個 你如果得了這個 你還會停留在你現在的生活當中 無所動作嗎 你還會對你身邊走來走去的 在你身邊當中很親密的 那些每天行走在地獄邊緣的人 無共於衷嗎 你還在糾結 什麼樣的人才配得上你嗎 你還在跟他打計算說 我要開出一個什麼樣的條件 所以我要去到這個網站 那如果有網站去登記 我對未來的配偶的條件 是這個 是那個嗎 你還不明白 你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嗎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好囉 在後面再給你一條理由 一四個理由 因為這世界的樣子 將要過去了 因為這個世界的樣子 將要過去了 而你 你會過去嗎 你會隨著這個世界一起過去嗎 不 你們這得了耶穌基督救恩的人 你們不會和這個世界一同過去 你們乃是這個世界都滅落了 你卻要活在你的救助主的面前 你得的是什麼 各位弟兄姊妹 無論你是單身 你是在婚姻當中 你最重要的身份是什麼 你最重要的身份是 你已經得了這永恆的生命 你是神的兒女 你將來有一天 將來有一天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但是那一天必定到來 如果你死完 你一定會復活 你記得善不該人 該人他不相信復活 所以他們跑到主耶穌那裡去 提了一個很難的問題 去刁斷他 問他說如果一個人 如果一個女人 他嫁給了一個男人 他死了之後 他也嫁給了他的兄弟 然後嫁給了他幾次 那復活的時候 他是哪一個人的妻子呢 耶穌怎麼回答他 耶穌說 你們是不明白神的大能 你們是不明白聖經 因為復活的時候 你們也不嫁 也不娶 你們要像天上的使者一樣 各位 這是我們一個永恆的生命的狀態 將來 將來在天上的 將來在心天心地裡的 每一個人都是獨生的 你的婚姻沒有永久的價值 是的 你的婚姻不會存在永恆 我們在說婚姻是死的時候 怎麼說 是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 是的 死亡就會將你們分開 死亡將你們分開之後 這個婚姻就不再隨去了 它不是擁有永恆的價值 而你是因為耶穌基督 已經得了永恆的生命 這個世界的樣子都要過去了 包括在地上的 一切的美好的 不美好的 痛苦的 掙扎的 這一切的婚姻都會過去 所以你到底是 要回家去好好的建設 你的小家庭呢 還是你真正明白 你要先追求神的果和神的意 各位已經蒙了恩典的弟兄姊妹 各位已經得了永恆生命的弟兄姊妹 各位已經得了那個天使的翅膀的弟兄姊妹 你們要如何面對今天的生命 這個世界的樣子都要過去了 新教徒盧瑟夫說 不要把你的巢 住在金石的樹上 因為你見過神 讓整個森林化為歸敬 我們現在靠著休息的每一棵樹 都隨時可以被砍下來 到最後我們就會四處黃昏 痛哭流涕 要把你的巢 建在岩石上 在岩石的穴中安息 在磐石的穴中安息 在萬個磐石為你所裂開的穴中安息 這是第四個 第五個 寶羅說 我願你們無所掛力 沒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掛力 向怎樣叫主喜悅 娶了妻的是為世上的事掛力 向怎樣叫妻子喜悅 那後面講說 婦人和住女也有分別 沒有出嫁的是為主的事掛力 要身體靈魂都盛結 已經出嫁的是為世上的事掛力 將怎樣叫妻子喜悅 是的 在婚姻當中 你結了婚的人 你不能夠不不嫁 你不能夠說 因為我有服侍 因為我有 我有在教會裡面各樣的聖功 所以我把我的妻子孩子都放在家裡 我都不管 是的 我們這些服侍的人 常常會推陷自己的妻子而已 是的 但是我們不能夠不管他們 放在家裡說 因為我 因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所以我不管他們 這是不行的 可是你看到 單身跟弟兄姊妹 有一個相比而言 有一個極大的 這個属灵的恩賜 是什麼呢 我看到有一篇神學教師寫了一篇文章 他講到說 單身跟弟兄姊妹 有一個獨特的属灵的恩賜 就是說好的 好的 當有人跟你說 今天下午我們一起去開場吧 你可以說好的 今天我們一起去打掃會堂吧 你可以說好的 人家說 有一個地兄他住了醫院 我們一起送他生病的 送他去醫院吧 你可以說好的 有一個人生夜告訴你說 今天我在路邊看到一個人 看到一個流浪的人 我向他傳福音 他現在願意來教會 我們現在我們一起跟他去買一套衣服吧 你可以說好的 還有好多好多的時候 你都可以說好的 真是你特別的恩賜 因為你知道 我也經常接到這樣的電話 跟我說 李小弟兄 今天下午 你可不可以去探訪 跟我一起去探訪過風 我說對不起 我今天下午還有別的安排 尤其是在星期一 星期一我經常讓很多弟兄自己失望 星期一有人給我打電話 他說李小大老 今天我給他教會來到底約談嗎 我說對不起 對不起 星期一是我給我的家庭的時間 我在其他的六天裡面 我都是在服侍教會 這一天我希望其實也不都是 其實經常我的兒子經常問我說 爸爸今天你是在家裡搬工嗎 我說是的 他說今天你可以付出器嗎 我說是的 他說那你可以和我玩一碗嗎 是 但是單身的弟兄姊妹 你們沒有這個究點 你們常常可以說好的 你們 我非常感恩的是 我看到最近我們教會 開始有一群 這個 許多年在街上流浪的一些人 他們開始接觸到我們的弟兄姊妹 開始來到教會 聽到福音 他們甚至願意相信福音 但是這個事情的開始 確實是因為有單身的弟兄姊妹 可以把他帶到自己的家裡邊 讓他洗澡 給他換衣服 然後帶他 給他做飯 可以陪伴他 陪他讀聖經 陪他祷告 然後白天也陪他 晚上也陪他 陪他 一個星期都陪他 然後十天都陪他 接下一個月 長長的陪伴他 可是你知道我們這些 結德不得人 我們就沒有辦法做 是嗎 因為我很感恩的是看到 最近不止一位 最近有一位 又有一位 甚至有更多的流浪的人 在街上流浪許多年 有人流浪兩年 有人流浪八年 他們來到教會 是最能夠服侍他們的 我們看到 是單身的弟兄姊妹 有一群單身的弟兄姊妹 當然 當中也有 也有在 結德不得的弟兄姊妹 也在這種服侍 可是那個有最多的時間 常常可以說好的 這樣子 是單身的弟兄姊妹 你會有更多的時間 你是為主的事掛禮 你總是想怎樣叫主喜悅 而我們這些結德不得弟兄 這總是要怎樣叫妻子喜悅 如果我的妻子不喜悅 那今天講道就會有困難 是吧 如果你的丈夫不喜悅你 你今天坐在這個教會裡聽道 你會有困難 是不是 是的 可是 就是你看到的這個 這個美好 這個讀世的美好 是為了什麼呢 不是為了你 不是為了你自己 你看到這個最美好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最美好的地方是 你可以為主的事掛給你 可以整天的思想 怎樣叫主喜悅 所以 這是第五個地方 我們再看到第六個地方 他講到他說 我說這話是為你們的益助 不是要牢笼你們 那是要叫你們行何以的事 何以因情不自主 沒有分心的事 其實是跟前面的這個 是連在一起的 是的 有婚姻有家庭的人 就是會有分心的事 有的時候是為自己的配偶分心 有的時候是為配偶的家庭 原生的家庭分心 所以分心 有的時候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分心 是的 總有分心的事 可是 讀生的一種子妹 是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常常的 只為主的股 為主的義 來掛給 所以是和其美好的 你看到那是和其美好的事情 結婚和讀生 不是截然相反的兩種生活方式 結婚的人 是常常要 有一些掛領事 可是如果結婚的人 如果他也盡力的 竭力的 將自己的家 擺上 像耶穌亞一樣說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別和華 若是如此 那是後期美好的事情 我們看到 在我們教會當中 這些年來 這個教會 有十三年的歷史 這十三年來 在教會當中 服侍最多的 成為教會的中流底度的 都是 結婚的弟兄姊妹 看到 當然我們 常常的鼓勵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常常的忍略 年輕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們要 服侍主 你們要先考慮 是否要進入婚姻 因為如果你 沒有經過那 肉身的苦難 沒有經過那 肉身的磨難 你想要服侍主 常常是很困難的 所以 當然 如果主特別的 給了你 多生的恩賜 那是後期美好的 可是 我們今天 我們看到 在教會當中 我想就是在 這間教會 在許許多多的 教會當中 能夠來 服侍主的人 能夠常常 殷勤的服侍 堅定的服侍 長期的服侍 老服的服侍主的人 是在婚姻上 所以 如果你沒有 服侍的恩賜 我們就會勸你 盡快地 要進入婚姻 如果 年輕的弟兄 有的人 他想要來度神前 他想要來說 我將來要服侍主 那 牧師長老給他的 第一個挑戰就是 你如果 還沒有結婚 你要盡快地結婚 不然的話 你要證明 你確實要 獨身的恩賜 要證明自己 獨身的恩賜 不容易 不要 我前段時間 聽到一個 一個弟兄 也是在我們當中的 神學生 講到一個故事 讓我非常地 非常非常地感動 他講到說 大概在 九三年 九四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他的家裡面 面臨著極大的危機 他的母親 是 以前是有 精神分裂 然後 經常的 這個 一生病的話 整個就 家裡面就 現在極大的 這個 困層當中 然後他們家曾經 這個 以前是 這個不信徒的 這個地方都沒有信徒的人 然後他們家裡面 請了各樣拜偶像的人 然後他家裡面趕鬼 在家裡面來各種 這個 念咒 各種事情 都沒有用 然後後來 這個 十號十罰 十號十壞 到了 九三年 九四年那一年 他的姊姊 他的姊姊 那一年考上大學 考上大學之後 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 從拿到錄取通知書 回家的 當天晚上 就 發高燒 發了高燒之後 燒到四十幾度 第二天早上起來 發現什麼都不記得了 連家裡人都不認識了 連他最疼愛的弟弟 也不認識 絕對不認識 然後 他們整個家 現在極大的 那一個困難和衝突當中 這個時候 來了兩個河南的姊妹 一個十九歲 一個二十歲 都是單身的姊妹 這兩個人結伴而行 從河南沿途傳回 走到哪裡 就住在哪裡 又在哪裡傳回 一直這樣從河南走到廣東 就住在他們那個附近 然後聽說他們家的情況以後 就到他們家 叫他們家 幫著他們家幹活 到他們家住下來 然後為他們家 禁食禱告 為他們家禁食禱告 每一天都帶著他們家的人 如今禱告 後來 這個家裡面的人就信主了 信主了之後 他的母親 就從此以後完全好了 一次都沒有出帮 信主之後 她的姐姐 後來有一天 過了一個多月之後 她的姐姐 有一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就什麼都記起來了 就好了 就去上大堆了 信主之後 他們的家就成了教會 他們家就開始服侍 服侍許多人 之前當年在家的地方 沒有基督徒 他們家就成了教會 我看到神的恩典實在是 奇妙 它是我特别为是感动的事 那两个年轻的姊妹 在他们单身的时候 他们为主单身 他们是为主的事 挂虑 为要叫主喜悦 他们全身全心的 就道路团福音 就以团福音作为自己 全部的 全世界的尾声 我不知道那一对姊妹 在那个路上曾经 在多少人生命当中 做了这样的工作 为多少人祷告 带多少人进来 不知道 所以感谢主 主在我们当中 赐下非常美好的见证 我看到 前段时间我读到 这个阳心飞姊妹的 那一个 那个诗传 我们的那个 对姊妹都读到 夜间的歌声 上次王一国师 讲中国教会史的时候 曾经提供给大家 一系列的电子书 有十几本 十四本 我印象中有十四本 还是十五本 中国教练教会前辈的 传记 第一本 就是夜间的歌声 我看到 一个弟兄 他们谈恋爱 谈了好几年 但是后来 他们开始讨论 未来的服饰 杨心飞姊妹 向他分享 他自己 未来的服饰的 呼召的时候 那个弟兄就退缩了 那个弟兄就说 要不然 我们还是分开吧 然后 其实那个弟兄 的意思并不是要分开 是要挽留他 所以杨心飞姊妹 迟迟的没有回复这封信 他过了很久以后 写那封回信给他 他打败了很久 哭了很久 他说 我写给他的这封信 是用我的眼泪 都浸湿了的 他后来就跟他分手 他从此以后 一辈子 多生 一辈子 就服侍主 你知道 如果没有杨心飞姊妹 在牢狱当中 那美好的见证 没有他出狱之后 他在整个福建省 办的那个 一个神学的训练班 就没有今天 整个福建省的家庭教会 他培养了无数的 无数的主公人 整个福建省的家庭教会 都受贵于 这一位主的使命 是他当初 是经过那样的一个 极其痛苦的选择 他难道不可以结婚吗 他难道不能自己 也跟一个人 过着幸福的生活吗 可以 可是他 他看到主在他的呼召 就是要来服侍他 那个弟兄是殉主的 那是一个殉主的弟兄 他不是一个外邦人 不是 那个弟兄在服侍的意见 他没有这样的通道 不想要 这样走对条路 他们就分开了 不是结婚以后分开 是 还没有进入这个农业的关系 就没有进入 当然我 后来我 前两天我问那个弟兄 就是刚才我讲前面那个故事 我问他 我说 那两个十九岁 二十岁的姊妹 后来还怎么样 你们想知道他喝看土料吗 他后来结婚了 后来结婚了 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湖南 都是 跟自己的丈主一起 服侍着 这叫做为主单身 为主结婚 单身的时候 是为了服侍主 更好的服侍主 结婚 也是为了服侍主 是更好的服侍主 是的 在我们当中 我知道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在婚姻的事实上 有许多的面临许多的艰难 有很多的征战 有许多人 又面临很大的压力 这个我不知道教会如何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有两个词 一个词叫逼婚 你听过这个词 可能年轻的经过准备 有很多人甚至面临这个压力 我最近听说 连我们人为学院的 很年轻的 十几二十岁的同学 就开始面临 家里的逼婚的压力了 家里的人说 你不小了 应该结婚了 我看某某某弟兄挺不错的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跟他结婚 我说 你以前是怎么回应的 你是说 我还小 我还小 我不提 我等一等 等等等等 不如在乱书呢 如果已经三十岁了 你还什么理由 如果还小 你三十岁还小吗 你已经不小了 你怎么回应 你要用身体的发回应他 如果你真的有单身的恩赐 如果你是为了 不是主的缘故 你就大大方中的唯一 又有何往 但是 弟兄姊妹 你要警察自己的心事 又恐怕你是 落入了另外一个死 叫做恐婚 没有很多人恐婚 他害怕金属婚姻 他为什么害怕金属婚姻呢 觉得前面我列的那些理由 对吧 要么是一个人自由惯了 要么是觉得 自己还没有耍肚 要么是觉得 房子还没买到 要么是这种原因 要么是 要么是 害怕 将自己的生命 委身给另外一个人 因为在基督里的婚姻 和世人不一样 世人的婚姻是什么 世人的婚姻就是一个 是一个小型的 活活公司 就是一个 这叫什么 他不是土分制 他就是 活活制的公司 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然后过得下去就过 过不下去就先过产 然后再重新组合 进行产生化组合 那不信的人就是这样 因为以为 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 是追求了自己这一生 为你的最大化 我要 这一生要 实现最好 最美好的人生 我不能够辜负了 我美好的青春 所以我应该谈恋爱 我不能够 孤孤单单的 做过我的老年 所以我应该结婚 这都是为自己打算的 如果你结婚 只是为了找一个伴儿 如果你结婚 只是为了找一个提款机 如果你结婚 只是为了 为了让你自己 不孤单 这些理由都是 不够充足的 结婚的人 是被呼召进入婚姻 单身的人 是被呼召 保持这种单身的状态 如果没有呼召 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 前面先说 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 你就不应该单身 因为单身所讲的 这个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就发现 其实没有一切是讲说 你可以自由自在 单身我可以自己 掩饰宝学教读诺 这是单身的好处 为什么是的 单身的好处是 你可以更加殷勤的 不是主 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个缘故 你还在单身 那你的单身 就不够合法 所以你是为了什么呢 你要来思想 你首先想 你有没有领受上帝的呼召 你要独身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考虑 尽快地为自己的婚姻 来开始找他 但是进入婚姻之前 你要领受上帝的呼召 才能够真正进入婚姻 不然的话 你知道 你所进入的 是你自己的私欲 但是主意会连离你 神所配合的人 不能够分开 将来你在婚姻当中 经历接受极大的磨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你 任性 所带来的后果 比你想象的更严重 你会一定有紫围 无论是 无论是婚姻 还是单身 都会让我们的成全之路 面临不同的试探 和机会 对每一样 也有独错的想象 重点 不在于 你是结婚 还是单身 而是在于 你如何回应 每一个试探 如何回应 每一次 主所给你的机会 耶稣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闻人 为我和福音 撇下房屋 或是 弟兄 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有 我在今世 有百倍 就是房屋 弟兄 姐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并且要 受逼迫 来使 何有甚 严慎姻 你不觉得 耶稣讲到说 你在今世 要有百倍的 房屋 弟兄 姐妹 母亲 儿女 这个话有点奇怪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若你有属灵的 属天的眼光来看 你会知道 那没有生养的 那没有结婚的 他可能 能够 生的儿女 更多 因为 他要用福音 不是许多的人 是许多人 重生在 生的福音 所以各位兄姊妹 这里 是我们看到 无论是单身的 还是结婚的人 你们想要 儿女 母亲 兄弟 姐妹 土地吗 你不要把这个自然的关系放到第一位 要跟随耶稣 进入生子民的 团系当中 最后我为大家来读一段约翰派的故事 写了一篇文章 所以应许给你的祝福 比处在婚姻中并生儿育女的更加美好 伴随这应许 也有独特的呼召和责任 这呼召不是说让你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仍然放任你自己不负责任的青春的行径 这呼召指的是 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在基督里的单身男女 才能做的事情 那就是 他呼召你们借着高与基督的单身贡献 来彰显基督的真理和他的活动 比起 相比起 婚姻和养育子女 这真理和活动 通过单身得以更清晰的闪耀 只要你还是单身 你就有这个呼召 你的呼召是什么 就是为主待生 就如此的在基督里面活着 就是将世界和教会更为清晰的展示 你还派到牧师写了四点 这是单身的 是特别的给单身的基督子内讲 第一 神的家庭 不是通过性的繁育增长 而是通过因性基督而有的重生 所以 属灵的生养 比肉身的生养 是更重要的 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的 不然的话 那单身的弟兄姊妹 不就落在了一种似乎不完整 不美好的生命当中了 不是 主说 无论你是什么状态 你都可以 传福音 待着人信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基督里的关系 比家庭关系更加的场景 更为的珍贵 当然 如果家庭中的关系 同时又是在基督里的关系 那就太好了 但是我们知道 事情常常不是这样 常常不是这样 你要知道 在基督里的关系 是更为长久的 是存到永恒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婚姻关系是暂时的 它一直指向的是另一个关系 并且最重要的被其所代替 那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当你和主面对面的那一天 你就不需要通过今天的各种的预像去认识了 你不需要今天的婚姻是指向过后的基督和教会的婚姻的 而到那一天 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第三点 第四点 对基督的信仰 决定生命的家庭 其他的关系的意义 是从此而来 没有任何家庭关系是终极的 只有在基督里的关系 才是最终的 无论是高举基督的婚姻 还是高举基督的单身 都归于荣耀的时代 阿妹 无论是单身 那是为主单身 无论是结婚 那是为主结婚 我们都将这一切的荣耀 归给我们的天上 我们一种基督来聊 三大天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感谢你 你将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 你使我们知道 我们的盼望 不是在这个地上 实现美满的婚姻 主啊 我们的盼望 是基督与教会的婚姻 主啊 而且你已经解决我们 我们在微微的 我们在误会的 这败坏的 不配的人 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 主啊 我们单身的人 是为你而单身 是为了服侍你 是为了变成殷勤的 服侍你 是为了你的事挂用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求你使我们看见 这个世上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主啊 你就要再来了 主啊 求你赐给我们 这福音的护照 使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 无论得时不得时 都要贪婚 主啊 我们在结了婚的人 什么知道我们的婚姻家庭 不是为我们自己而存在的 那是为了主耶稣基督 你自己的活动而存在的 求你使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 看到 主啊 你赐给我们许多人 你幸福的婚姻 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 那是为了 让我们将来给予开家门 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 能够使你的国度 在我们当中更好的拓展 求你来帮助我们 每一个弟兄姊妹 无论是年老的 是年幼的 无论是单身的 是结婚的 无论是有儿女的 是没有儿女的 我们能来到你面前 我们对你说 我们都是为你而活 为你而死 在这个意义上 单身和结婚的 那一个彼此之间的隔阂 就被你的福音打破了 就被你的宝血涂抹了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同有一位父 我们同有一位基督 我们的盼望 都是在天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 这美好的盼望 使我们可以走这一条 你所赐的美好的 十字架的道路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保守我们 弟兄姊妹的心 是我们不会 这个世俗玷污 不会这个世界吸引 不会 不会撒在脚了 不会有华别所胜 不会暴力所胜 那是单单的顺服你 单单的信靠你 从你的力量 从你的助手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 祈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